但去修从双戒色 收来只许雪添肥 此恩浩荡好风戒 直上天门听鼓吹 好事啊 祥瑞 大和尚 此时虽见功力 但献媚之情易于言表啊 贫僧却有不同看法 燕王府里燕子妃 一双玉茧财春辉 此时写白燕 窃体而不露体 通篇未见一个白字 深得施加含蓄委婉之指 大和尚 此时啊 貌似一手佳作 但是隐用跟借鉴过多 自家却在背后偷闲夺懒 您不觉得吗 刘大人的意思是 此事为抄袭之作 本官正是这么认为 请刘大人引证说明 你看远了不说啊 本朝十大本就写过一篇 以白燕为题的诗 我记着其中有这么两句 叫做 珠帘十二中间卷 欲剪一双高下飞 您不觉得这个挺像吗 欲剪一词 利益新奇 后来施加引用前人之句词 怎算的抄袭 其力不胜枚举 譬如老杜 我御史台同仁袁凯 还贺过白燕这首诗 我记得其中有这么两句 月明汉水出无影 血满良缘尚未归 你看他怎么写的 他这写的是 日过龙潭未流影 月满王亭不见归 大和尚以为如何呀 此乃戒意 贫僧以为还算不得抄袭 还有他这两句 但去修从双戒色 寿来只许雪添肥 这两句我看着也眼熟 就是一时没想出出处来 此一连新奇景策 即便放在唐宋诗集中 也算是佼佼者了 刘大人如果漫查出处 可是要破费些功夫了 文章千古事 得知寸心之 如此是否可以判断 刘大人不取此诗 本官正是此意 这道眼本来是个懂诗的人 怎么一眼就看上了 这首并无心意 而且还涉嫌抄袭的略作 难道他也徒有其名 或者另有隐情 你看这城嘛 不但在材料上一次充好 也就当心 连鸡坑都这么糊涂 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这屋桥墩子可是马虎不得 就你明白 这把头怎么不是你呀 我是担心 这么干怕是要出事了 人家怎么吩咐的 咱就怎么办 你先吃了我不胆操心 这架桥铺路 凭的是良心 这么干是要遭报应的 这姓张的不光黑工黑料 太黑咱的工钱和伙食 我咒他将来生个儿子 你骗 别说了 你和我过来了 你们俩别闲着 送这送这 这是何苦 不就是一首诗吗 徐将军 这怎么是一首诗的事呢 道演千挑万选 挑出这么首诗来 这其中大有深意啊 我是不懂 还请先生名言 你看我给你念念啊 他写的是 慈恩浩荡好封建 直上天门听鼓吹 你听听这两句 怎么了 这把太子往上摆 道演也太迫不及待了吧这个 你是说 还有 这个诗饼写的就更直白露骨 你听着啊 说是 燕王封燕帝 王府有白雁 自古白者锐守也 其山见白林 江汉献白屯 久远有白虎 借天将至祥锐 有圣人诸 其五百年之一玉也 在下公逢盛世又见白雁 以诗唱鹤 这都什么烂七八糟的这 这马屁拍得也确实有点大了 说的是啊 这你把皇上往哪摆啊 这大不敬啊这个 可是道演你是精通诗文的 难道他就没有看出这诗中的意思 我也是忧虑于此 道演深得皇上的赏诗 又被清明为燕王的宾客 他选中此诗 一定有他的目的 徐将军啊 他这个诗要是选中啊 他是会呈给皇上玉揽的 你到时候怎么跟皇上说呀 就说燕王府出了五百年玉的圣人了 这叫起真儿来可是见月之罪啊 那这诗诗呢 是谁写的 这只是诗卷现在还不知道 这里面的勾当我还是不太明白 这诗卷和墨卷有何区分 墨卷啊 就是参考的世子当堂写的 但是呢要填上姓名和籍冠 诗卷呢就是写完之后 把这些交给另外一人 用红笔重新抄录一遍 这回隐去姓名和籍冠 然后交给考官沈月 这不是防止中间的人情关节吗 防得住吗 据我所知 可考舞弊也是古以有之啊 防不胜防啊 我大明出力 开科指仪式 接铁分治踏来 每天送到我御史衙门 提禀大将军 倒眼和尚求见 好 快请 是 贫僧见过大将军 大和尚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画园建庙 我这可也快揭不开锅了 好 来 坐 走 贫僧前去义馆拜见刘大人 那你说 来了大将军府上 也就跟过来了 讨饶 讨饶 还是为了这首诗吧 贫僧已经调出墨卷 要与大人共同开启 以示公正 太心急了 前朝一族刀弓走马 斯文尽诗 此次皇上再开恩科 又须北方道统 小僧恭逢圣举 又岂能不尽心尽力 大和尚 你还是要取这首诗 此诗的文词章法 大和尚 论诗 当以契格为先 其他皆在其后 所谓契格 无非是虚幻玄论 只可议会 不可言传 没有契格 这华丽此早 何以复载啊 正所谓契者闻所行也 何谓契格 请教大人 能否因个人好物 而随意判定 李济有言 温柔敦厚诗教也 夫子也曾言过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 思无邪 你再看看这首诗 阿谀奉承 悦然指上 这简直就是张着嘴伸着手 讨官要指啊 这不是诗人所指 刘某不以为然 大道理不过说说罢了 谁又能够从一而终 刘大人不是也未能独善其身吗 大和尚 你是在说刘某我 是元又是本朝 不能从一而终 有亏是德是吧 贫僧并非此意 而是戒指而已 像刘大人这样 天下闻名的贤大人物 尚且又经不住推敲之处 又何必于一首诗上苛求呢 大和尚 刘某是元 乃是为天下苍生 苍生不得其所 刘某不斩其志 愤而辞官 当今圣上 天纵英才虚怀弱 朕必一呼 天下英才纷纷响应 解万民于道玄 上顺天意下顺民心 我问你 隐意乃下节之臣 儿童商汤 文王乃周公之侯 而起义兵 这史论上 可曾择其亏得呀 正所谓 使实物者为俊皆严 大和尚以为如何 柳大人误会了 贫僧不是那个意思 好了好了 怎么越扯越远了 商汤文王都出来了 还是开墨卷吧 我也很想知道 这诗到底是谁写的 刘大人请 还是大和尚请吧 都别客气了 开卷 集冠晚平县 姓名金兰新 都不做得到 有什么意思 我刚才不做不做